中华电信MOD在没有事先知会订户的情况下 从7月1号起无预警的跟动了MOD豪华套餐的内容 粗暴手法对待收视户 这股怒火也引起了消费者反弹 包括MOD的粉丝团涌入了大批用户的留言灌爆 痛批中华电信压霸不负责任 罔顾消费者权益 还有民众想打电话进客服反应就根本是打不进去 PTT上也是骂声连连 我们访问了MOD长期VIP用户 他们对于中华电信偷偷下架 跟动收看内容感到非常错愕 相当的愤怒 打开MOD遥控器选啊选 还是看不到想看的频道 中华电信7月1号突袭式 跟动用户的豪华套餐内容 粗暴对待消费者掀起反弹 现在客服人员全部盲线中 请您稍后我们将尽快为您服务 客服电话被打爆 事件演变到第三天 民怨持续升温 脸书粉丝专页也被留言灌爆 网友痛批中华电信有够烂 有够不负责任 罔顾用户权益 一切都是新任懂作搞鬼 无预警断台 把用户当白痴 PTT也是一片骂声不断 痛斥中华电信没有通知 就偷下架 先违约 网络违约金还跟顾客讨 不要脸 根本没把客户放眼里 中华电信没救了 是垃圾企业 实际前往中华电信客服中心 也弥漫着不寻常气氛 客服人员透露 这几天的确不少用户来询问 我一个月要多增加2600块到2700块 但是我一个月的月租费 现在累积精选餐跟豪华专 加一加也才四五百块 那一次暴增了五到六倍 我觉得中华电信有欺骗我们的感觉 虽然他说可以退费 但是 我觉得 很为诚信原则 中华电信应该提早高效 这就要进行情况发生 进行提早因应 那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希望旧外机构 NCC跟中华电信赶快处以消费争议 权益受损 收视户怒火中烧 但中华电却只回应客户 可以以月租费减免 不需解约金 中华电片面违反和订户间的合约精神 却想以不收违约金 平息众怒 但订户想要反问 是你中华电信违约在前 罔顾用户权益 早就理亏在先 欢迎新闻 陈英荣 苏云宽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苏云宽